诗篇 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 神的种子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稣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庄师敬拜耶和华 大家兄弟姐妹平安 很感谢主的看护保守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圣殿 一起来敬拜主 这时候 请兄弟姐妹取礼 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 来敬拜赞美主 我们现在一起献诗 第二十四首 这是天赋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爱护着耳耀尽 一座长根视为相遇 星辰做了同事 这世界不世界 我喜欢永远离 苏不我照常天明和 苏守天不全能 真是天不世界 逍遥各自为你 今生命要化我为你 真明天已今生 这世界不世界 爱无尽万千 犯罪主唱将他表现 颠覆宗半世间 真是天不世界 救助教我无望 罪恶随恶好伤的身 天不全能赞满 这世界不世界 这世界不世界 我谁不必忧伤 圣地失望 天地通常 和圣中的感光 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这世界是属于神的世界 我们现在第二首要现唱的就是 我知所信是谁 我知我何方我 有信 我知我何方我 从所信 带我入世之后 无可无我以往选择 祖恩 阿南信仰 为我深圳所幸的是谁 命迹深信 他能够报仇 我已确实交付他地 我却被捉到他而言 如此 爱因新的旧 慢慢向我敞招 如此 为何已清楚我 命返 愿望清光 为我深圳所幸的是谁 命迹深信 他能够报仇 我已确实交付他地 我却被捉到哪日 不知如何成命难度 只能自己追悟 正圣经走前禀耶稣 平安心靠救足 为我深圳所幸的是谁 必据深信 他能够报仇 我已确实交付他地 都卻一直到達人 不知明月將於何瞬間 苦和酸惡禮 但祖是愛永不等待 祖亦甘孤老義 為我承知所欣的池水 因這一生情 祂都保守 我一切 真是有無套義 我絕對祈祖的大人 Amen 祝福要求聖名 非眾請眾 我們同心離合 Let's pray together 祝下我們多謝你們 兩首詩歌告訴你 我們要順求你 因為你必保守我們 直到哪一天 我們為我們馬來西亞的教會 祈禱 特別各個國家 因為現在我們的疫情 因為沙巴的原因 變成了教育的偏重 願你自己親自帶領 你保守著我們的國家 保守著我們的教會 都能夠面受疫情的困擾 願你自己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 在這個當中 我們相信你是恩典的上帝 你必須恨顧好受 願意將今日的祝福到手中 特別透露今日的訊息 都給弟子妹倆 能夠得到安慰 得到重疾 願意你自己帶領你們 一夕時間 祈禱聖名求 Amen 好了 今天我們來到 這個我們的讀經 就是這個聖經的聯通 的week number 6 大陸國洲 今天講到這個出埃及記 所以今天我們有思考國的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摩西的呼召 我們先看一條經文 是出入的第三章 一到十五節 我們有幾個方式 這套幾點幾個漫畫 我們請第一節 大家看第二節 出入的第三章第一節 摩西扶養他 學府未典祭師 而聲樂的羊群 一日令羊群旺交往去 到了神山 就來齊何年生 學府未典祭師 到致oria 從一節有火營 中養我 我勢已然 學府未典祭師 我希望 你們能夠 教出來 這個蠅像 就是 莹菊為何 有 蕭惠呢 ó 80 G9 few开箬 Swele cu to the for Wait 看 we not for devotion but the of God Thank us 욕 for you and all we 一颗子爆,一颗子傷,批充惡口亡事情 son hoxing 嗯而言即刻上便一项家瑩�� dao 我閒著見了他们因着督 описании orological 所发的哀声 again 我又听见了哦元至到他们的痛苦 嗯而言 Phukulas möchte可以 animo 可以保住你的神 改变的 players 祖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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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賜。 祖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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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賜。 第九節,現在,以色列人的一聲,來達我意中, 我又聽見愛的人如何欺壓我。 故處於我中立法定的法老 世世的中立不成法定人 將我以法定復者 第首節 摩西對神書 何時什麽人 僅能去見法老 將意識的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神書憲法定復者 你將不成同錯 但你最定復者 你不能再你心思為我 這就是我打法定復者 摩西對神說 我對神人說 我對神人說 你門的祖宗 就是神打法 我到你拿來祂 祂們欲笨我說 祂叫什麽名字 我要對祂們說什麽呢? 神又對摩西說 我事言神又忠忠忠忠忠忠說 耶穷人就這樣說 耶穷裏和人種种的神 即是阿波那勒的神 以殺的神 阿波那勒的神 打法獲得付你 释阮內 耶穷神的名 直到永遠 只得也神的紀念 直到萬代 OK小妹 在這篇經文 這字跌四十年前 摩西就是個 表起方剛 臉盈益又為的青年英雄 這段經文已是百年代 那時候,四十年前,他灌腔而血,要把他的族人從水深火熱的哀疾當中帶出來,出哀疾 但是這個四十年過後,他的偉大的心智卻為他族人的熱誠,早已埋藏在沙漠裏面 這個時候,波瑟變成了一個心如煮水的牧羊人,他只是想像牧羊人 現在波瑟是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家,他只靠在礦的安分數幾,目仰去白虎未殿祭屍的羊群 誰知道,尼如華的使者,這個時候突然之間,在一個蕭北偉的激激中,向波瑟顯現,吸引波瑟走過去看這個現象,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這裏的經文,在草藏裏的第三章第一節 摩西就牧羊去的外府,秘廉祭屍的羊群,有一天就令羊群到了這個監獄 到了神的山,就是河烈山,在那裏 第二節,爺惑的使者,從經激入面,可言中向波瑟顯現,摩西觀看不變,經激被火燒著,卻會有燒毀 所以說得很奇怪的這個壓象,爲什麽這個經濟被火燒燒毀 燒 Lebett倒難的 第三節,摩西樹,我們要過去看這個大壓壓拍攏,後會發生的事 爲什麽這個經濟給火燒,燒來燒去,還說燒不難呢?不會懷呢?究竟 where will 是甚麼壓壓的彩 Schmidt 你知道當我們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意象是代表甚麼 驚激是代表甚麼 火又代表甚麼 為何驚激在大火之中 燒來燒去燒不難呢 甚麼原因 甚麼意思呢 當我們看這個意象的時候 我們要看另一條英文 可能我們會更加明白 我們看看《生命記》第四章第十節 我們看看 《生命記》 《生命記》 將門叉開一盒力出來 脫離鐵爐 要製作自己產業的指紋 像今天一樣 但你小心在這個前眼 脫離鐵爐 可以翻譯為甚麼 可以譯為從熱烈的火爐中 令出來 意思是這個比火爐燒燒得很重要 很熱烈的火 但是有人把這個 從火爐中救起出來 驚激是一個悲鳴的藉物 代表在埃及受苦害的以色列人 他們是驚激 很軟弱 但是在當中受苦 火是代表法老毛的壁拔 因為以色列人和埃及被火燒一樣 他們是一個很軟弱的一個驚激 但是沒有辦法抵擋自己 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結果就被火 這個法律王在這裏迫害 迫害意圖煉火 很辛苦 但是這個火雖然燒得很慢 很熱烈 但卻不能把燃陽卑微的驚激 燒毀 意思是雖然這個機率很厲害 很厲害 但卻不能將以色列人消滅 因為燒不毀 就是燒滅的意思 這個現象為摩西當時的以色列人 帶來非常大的安慰 因為無論那些人對以色列人 怎樣的迫拍、惡動 埃及這個火龍有多麼猛烈的燒 甚至要將燒以色列人 虎代以色列人四百年 但以色列人雖然被火燒 但是燒不毀的傾激 所以這個現象帶出這樣的熟悉 我們有什麼問題 為何以色列人可以燒不毀 意思是不可以滅絕它 它有一個很軟弱的驚激 被火燒 被埃及的法老逼迫它一直燒 為何逼迫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還不會燒毀呢 原因是因為 以色列的使者在粉燒的驚激的鼻中出現 神沒有丟棄過以色列人 這就是意象最重要的一個重心點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提醒 顯示在四百年內 雖然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在這裏的迫拍 在這裏的焚燒 但是神從來沒有連過以色列人一步 意思是如何燒都說 燒不毀 因為神的保護在當中 我們相信這個現象對摩西 當時的以色列人 就從經驚入面呼叫摩西說 摩西 摩西 叫了兩次 摩西 摩西 摩西說 我再借你 摩西就是神的呼善 然後神對摩西說什麼呢 神就分悟摩西約定節 神說 你不要盡前來 為甚麼呢 將你的鞋脫下來 你想將你的鞋脫下來之後 你才能夠來到這裏 因為你所站的地是聖地 神第一件事提醒摩西的話 你將你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來到我當中 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 就是因為原來有上帝重在的地方 就是一個聖結的地方 必須將你的鞋脫下來 因為鞋底是骯髒的 這就是為甚麼 後來祭師 都是先把腳上的鞋脫下來 甚至將手和腳洗乾淨之後 結成之後 正能夠在聖所中 侍奉神 這就同樣 因為神顯然的地方 就是一個聖地 你必須要成結 因此你需要做了結成禮 洗手、洗腳 把鞋脫下來 所以第一件事 神就提醒摩西 我是一個聖結的神 所以你必須要聖結 你才能夠來到我當中 這應該要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當你來到聖結結的時候 你必須要聖結 因為神是聖結的 因此我們需要做聖結 再一次求神聖結的罪 來到聖結結成為一個聖結的人 之後 之後的道次 神就說 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阿巴拉漢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阿阿神 摩西門上 因為怕見到神 你發現到摩西門上 不如將他的面蒙起來 因為知道一個聖人 不能夠這樣看見神 看見神的話 可能會死 所以摩西怕 將自己的面蒙起來 但是 第六次 神就稱自己是 阿巴拉漢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雅谷的神 為何神要這麼稱呼自己呢 原來這三個聖夫 是要讓以色列的人知道 神單止是願去地 這個列祖列立約的神 神更是一個守約的上帝 神說我忘記 我和你們列祖所立下的約 包括了什麼 阿巴拉漢 包括了這個的什麼 這個的以色 包括了牙角 我和他們已經留下的約 我不會丟起你們 我會手指 我和你們列祖所立的約 所以神是這件事來 所以說 神說我不會丟起你們 你們就在白天當中 我預體自你們 你們就在火藥當中被燒 我預料就是當中保護你們 因為我們當中不會被燒毀 因為我記念你們 是我所留下的約子民白世 然後實在繼續說 聽著 也說說 我的白世在埃及所仇的困苦 我實在聽見了 他們受目光的困管 所發的愛聲 我又聽見了 我而知道他們的痛苦 你看看 神說你們不要失望 你們不要以為 我不知道你們發生什麼事 實在我聽見了 你們的哀哭聲 你們就是逼得當中的慘叫聲 我都明白 我知道你們的痛苦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行動 第八節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處理握他人的手 令他們出兩下地 到美好、歡呼 由賴、義文之地 以蕭和神說 我聽見你的訓言 我要將你帶出來 帶你到什麼 帶你到這個家囊的美地 神說 我要按照 我和你連組所留下約的紀念 來 將你們從埃及帶出來 帶到一個什麼 帶到一個牛賴、義文之地 就是一個英雲之地 但是這樣 原來以私人的哀哭聲 道到我意中 我又看見 愛的人怎樣壓迫他們 意思是你的祈禱 我明白我聽見 我又看見 愛的人怎樣壓迫你們 在這位 原來上帝是聽祈禱的 你不要說上帝不聽祈禱 當你祈禱一上帝 我聽到 我明白 我知道 你的愛聲 已經達到我的面前 意思是 你的祈禱之聲 已經臨到我的面前 這是給我們很大的重要 有時候我們祈禱說 為何我祈禱那麼久 上帝很遠不聽我的講話 那我祈禱那麼久 為何會這樣 好像不靈感我祈禱的呢 上帝說我沒有聽見 但是 是按照我的時間 按照你的時間 耶穌人在上帝面前 有多少哀痛的聲音 多少年 四百年 四百年一直哀求 上帝說 不是你的時間 我時間 但是我聽見的 第十字 故此 我要打發你去見摩西 要叫摩西去見法路我 使你可以把那些百姓 從意識的人 從埃及冬令出來 意思是 神現在聽見了 埃及的聲音 就打發摩西 你出來 成為我的這個奴人 帶你幾百年 的意識的人 從埃及出來 我要呼召你 臨到你的身上 意思是 呼召現在臨到 摩西的身上 所以看見 神聽見了 此文百姓的痛苦 看見了 你的開屋的聲音 神決定 做一個拯救的合讀 聖經告訴我們 神不是不理會 神是會聆聽 人的哭 哭的聲音 所以看見 你千萬不要看少你的眼睛 當你在上帝面前 哭的時候 流眼的時候 發出這個 哭哭的聲音 神說 我聽見了 神要伸出去 慈愛的手 拯救 在幻倫中 他的子文百姓 嘴說 神就呼召了 他的奴人 摩西 要摩西帶領 神的百姓 以先人 從埃及 令出來 因為神要將他們拯救出來 很清楚的 告訴你 神藉著這個儀仗 燒不慧的根經激 來給摩西 看見 和摩西說 神現在要呼召摩西 現在要出來 帶領死的人 離開開窮 這就是神對摩西的呼召 第一支妹 我今天不知道 第二支妹 神對你什麼呼召 我不知道 但神有不同的呼召 來到你當中 問題是 你願意接受 這樣的呼召與雕字母 我相信 這很多時候 是我們自己的一個選擇 當上帝呼召你做一容的時候 你願意出來 為神去做公母 所以當上帝呼召摩西 帶領死的人 離開開窮的時候 我們回到 摩西如何回應神的呼召 摩西 不斷說 是拒絕 你看 首次 摩西對神說 我是什麼人 怎能夠 軟發到我 將意思的人 從埃及 定出來 摩西一聽神的呼召 的時候 他就立刻拒絕 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一個呼召 為何 波西拒絕上帝的呼召 我相信 大家可以很了解 因為 眼睛很大 這個使命很重 不容易去完食 為何呢 因為波西 曾經是埃及的通緝版 他殺了一個人 走 所以走了去抗爺 之後 就拿去那裡四十年 所以 他殺了人之後 就走 而且波西 其實是埃及的通緝版 現在就是 要他回到埃及去 並且是面對埃及 埃及法六和 這個實際 令波西覺得非常之不安全 對不對 我回去自圖和我 現在他們在通緝 我 我走了這麼久四十年 現在他回到埃及 我沒有一樣的人 被捉 被捉 怪不得 波西援甲 所以說 我是什麼人 我有什麼能力 去見法六和 並且要法六和 將其身的人 被我從埃及裡領出來 我沒有這樣能夠做不到 那當時的埃及國家很強盛 啊 OK 什麼